二战题台电影大轰炸宣布取消上映,请注意,这次不是改当,而是取消,正是取消了在院线公英的计划,导演肖峰在微博更新海报,但并无上映日期等信息公布,大轰炸宣传方消息,影片已取消上映计划,图片取自大轰炸导演肖峰微博,肖峰在微博这样说道,再多的事实都于是无补, 再多的清白都难倒抹黑,再多的付出都难免决绝,是到放下的时候了,放下不是放弃,只是可怜了养育八年的孩子大轰炸,想一直支持我的主创伙伴,想一直努力的发行团队,想仍对电影保有期待的观众道歉,余生坚信,天下大道,终会为好人而通畅,苍天有言,报应定会终归其位, 导演肖峰新浪微博截图,据悉,大轰炸几次推迟上映,此次撤档,看得出来肖峰的痛惜之情,坦言大轰炸是孕育了八年的孩子,在今年6月,8月302次推迟上映,现如今距离该片最后一次定档的10月26日已不足10日, 此次撤档,却显得并不意外,肖峰曾公开透露,已把全部希望压在了大轰炸这部剧上,你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